打开影视最真一面 大家好 我是向珍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 张国立和宋丹丹 他们在电视剧《相伴》当中 相依相伴走过的那几十年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在生活当中 他们这么久的老朋友 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台正在热播的情感大戏相伴 由张国立 宋丹丹丹丹刚主演 这也是这对相识二十多年的老朋友 期盼已久的一次合作 戏里两位老戏骨骑鹏对手精彩过招 戏外更是一唱一课配合默契 虽然两人之前都有过不少经典搭档 但这一次出人意料的组合 还是让观众拍手称赞 那经历了这么多位搭档后 张国立 宋丹丹在彼此的心目中 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呢 之前国立在上我们节目的时候 我们做过一个游戏嘛 就是让你用动物来形容你的搭档 你还记得吧 对 邓杰你当时说的是 什么呀 邓杰是 老虎 老虎 你骂蒋文立是鸡 是鸡吗 怎么不是鸡呀 我这人不好挑拨 你说陈小一是猴 你还记得吧呢 陈小一就猴呗 一天鸡鸡喳喳的 走哪都乐走 呦 蒋文立像什么呀 我真说不上蒋文立像什么 蒋文立像鸡 老唱的 冻结像 更不敢乱写的 我告诉大家 他刚才指的是这个 他写的上来 还是比较成熟的 来 咱们挨个的解读一下好了 为什么说小一像猴呢 猴咯巴唧的呗 猴咯巴唧的呗 猴咯巴唧的 到哪都鸡打上跳下蹿的 什么事他都张了 还有的时候 也比较活力 这个怎么解释 小文立啊 小文立因为我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他老唱歌 他没事老唱歌剧 经常唱的我鸡皮疙瘩之旗 他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会发出声音的那种动作 声音 他的声音可以出旋律的 哦 都可以出旋律的 你知道吗 这个 虎 我们认识汉字虎 威风啊 这一摞给的 你最好现在在 威风 我们家的王 虎是寿终之王 虎是寿终之王 我们家有鼠 鼠马的 鼠狗的 鼠羊的 还有鼠鸡的 鼠鸡的 虎是寿终之王 管全体 单单你觉得 可以跟前三个重复 估计也是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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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我觉得是羊比较像我 是吗 嗯 我多温柔 羊还温柔 顺从 蛇 哎呀 真的呀 化成美女的蛇 哈哈哈 真的假的 对 但是你搞抬我 为什么呀 一路 你拿手 对 可以